再来看到是台湾彩券发行的威力彩 改版在加码 保证齐齐头奖都有4亿元 果然是重金之下商机无限 也让这个菜市场的彩券行业金翻了一倍 以小博大说的可不只有生意场上的竞争 小老百姓度过不景气 除了缩衣结石 看准了威力彩 头奖齐齐都在4亿以上 让许多玩股票的菜篮族 现在改完彩券 选号码 威力彩就是最少是 保证4亿嘛 然后又两期没有人中 已经累积到4.2亿了 那想说来试看看手气 而且上次新出有800块 包扒就中了4亿 所以就更想来试看看 买菜顺便买彩券 也让菜市场的彩券行生意大好 不景气偏偏来买威力彩的来客数 就是要逆势成长 甚至高达一倍以上 威力彩改版之后差不多一倍 然后最近很多买菜的家庭主妇 经过来这边都会来进来买威力彩 因为都是听说投彩 现在至少4亿 每期又增值1000万 所以等于说现在 投资又不是很赚钱 所以等于说家庭主妇都想说 拿一些固定出来买 如果中的话 翻本的机会就翻得比较大 所以现在多了很多 家庭主妇的常客 不景气用小钱换大钱 威力彩投奖保证市益 而且没人中 还齐齐升值1000万 菜市场投资法 难怪会让家庭主妇 想要一搏手气 常常当亿万富婆的滋味 中天新闻 红水妹刘家伟 菜市报道 我愿意向对外殿 不能决计